哇 这里的夕阳也太美了吧 直接吃饭 Oh no 刚这里出来的一些空气 我刚把布布送完 今天我打算自己来做一个facial 这个地方其实我还没有真的在那边坐过 所以就是先想试试看 然后看要不要在这边长期坐 走 现在出发 先去找那家店 先看看吧 如果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长期坐 这个就是我做facial的房间 现在我要去把这个换上来 现在就是在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我这个痘印真的好明显哦 Hello 我现在已经做了facial 现在打算去超市买点东西 买点小零食 打算了 来看一下这个 我买的是个cookie 很可爱的 这个是里面放的是cookie cookie中的cookie 这个是marshmallow 有棉花糖 巧克力吧 然后里面是cheesecake的一个base Hello 我现在要准备做一点护肤 因为我不是做了那个facial嘛 那个facial是深层清洁 所以就脸就聚干无比现在 因为我最近皮肤就不是太稳定 所以我就是在用这个精脆水 anyway它是我的一个万年回购产品 真的太好用了 接下来精华 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Valmont的一个精华 我拿它来当就是补水用的 就是它是比较保湿的嘛 它这个保湿精华是属于这种透明的质地的 然后我这个是大罐的 眼睛华我最近用的还是这个胶韵湿的 明露质地的嘛 这种淡黄色的 很水润 非常的好推开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就是做一个护肤 然后稍微稍微收拾一下自己 换一身衣服 等会晚上我们打算出去吃饭 嗯 我还没有想好我等会穿什么 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化妆 然后我会用这个 HBN的 湿黄唇精华乳 因为我最近又开始熬夜了 所以我整个皮肤就是有一点 暗沉跟粗糙 它是含有双重真A唇加烟细胺的 就比较适合我现在的这个情况用 可以改善皮肤粗糙和一些小细纹 还可以提亮肤色 这个我去年有用过一罐 当时就觉得皮肤有明显的 紧致和提拉 最近就用了一段时间 这两天照镜子感觉就是皮肤有变细腻一点 它这个挤出来是这种淡黄色的凝露精华质地 里面其实还可以看到有包着这种一颗一颗的黄色小微粒 它是可以保持氏黄唇的活性 也能够保证温和 拍在脸上就是属于那种马上就会吸收的 非常的清爽 不会有那种面哒哒的感觉 它这个除了它的味道不是很戳我 其他的我都还挺喜欢的 像这个氏黄唇精华乳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经常熬夜的 或者是想要抗初老的朋友们 但是如果大家在白天用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接下来涂仿晒霜 最近面霜我用了一个很可爱的 就是这个LeMade 是不是太迷你了 它其实是那个一个中小样吧 霜状质地的就是很硬的那种质地 也是它最经典的一个面霜 看就是比较硬然后比较难推开的感觉 我一开始直接呼上去就会觉得比较难推开 而且有点比较闷的感觉吧 但是乳化以后就感觉比较好 晚上的话就是也可以滴一两滴那种油 在这个面霜里面 用完以后其实感觉还蛮好的 我应该会去买一对它的震装 涂完以后也不会有那种粘腻的感觉 就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防晒的话 我最近都是开心请用 今天就用这款Basuku的 真的就是每天出门想穿什么 是没学问 真的太纠结了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们唠嗑了 我先去看一下我穿什么 然后等会给你们看 哈喽我现在已经出门了 已经在车上了 最后就是换了一点点淡妆 然后最后决定穿的衣服 是一件比较休闲的衬衫 因为我真的 就是每次想不到穿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穿衬衫 而且衬衫就是 挺百搭的吧 任何的场合都可以穿 这件是比较休闲一点的 因为晚餐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休闲的那种餐厅 等会我们带你们看一下 现在我要先去修我的西装 把那个纽扣从里面拿出来 等会见 哇这里的夕阳也太美了吧 超漂亮 我现在已经到这里 要去见那个彩虹 他分了哪个夕阳好美哦 我已经到这个店里了 然后他们现在给我拿去修改一下 我在这里逛一下 现在已经寒了 我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是新加坡很著名的货物商场 MBS 金沙 过出来天已经黑了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夜景 现在要去车里 然后去吃晚餐 酷不期待 已经有点饿了 我们的食物来啦 咦 怎么突然这个 这块饭掉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 我们点了一个Ladies finger 啊 突然忘了叫什么 Ladies finger叫什么 Okra Okra叫 中文 中文你不要忘了 我忘记了 我突然忘记了 我突然忘记了 哎呀我突然忘记了 但是你们懂了 就是他 我们点了一个蔬菜 然后我点的是腿 Bbu点的是鸡胸肉 然后看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叫Bondos 就是那种玫瑰味的饮料 看起来就是色素非常多 但是很好喝 就是这样啦 我们的晚餐 现在准备开动啦 感觉好久没有来了 这个比较好吃 我已经吃完了 这个是我们的Vizard Green Salad 是马来语吗 好 哈哈 哈哈 哈喽 下午好 现在我们在开车去一家咖啡馆的路上 这家咖啡馆是一个比较热实的风格 就是第一次去 还蛮期待的 今天仰光真的穿起来好了 这个感觉心情也很感觉好 看我带上了我的这个新的酒店 梦里 是不是还蛮可乐的 我们路过看到这个好好笑 这辆车上面还用着花 这一块地方是新加坡的另外一端 我们刚才开车还开了蛮久的 知道吗 哦 知道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仓库在家的那个店吧 我没有怎么办 怎么 它关了吗 可是Google上面说它是开的 好像是关的 哦 no 他们的Google上面显示是开的 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关了 所以我们就白开过来了 现在就是要回趟了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平时的活动区域 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也是关了 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节假日 所以就很多的店都关门了 而且我们刚才又收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新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两天又要lock down了 又又又又又又又要关了 我们接下来又不能出去吃饭了 所以又只能趁这两天吃吃喝喝 然后就又关在家里了 不过你们可以跟我在评论区和弹幕区里面 可以留言说你们想看什么视频的内容 因为我接下来反正都在家里 好 我先下去了 好 我觉得我自己想晚点 最后期要想吃吃饭 我不想在那拿去 我们走太远 不过 我不能放下来 我能放下来 可以带我回家 我只能带我回家 我们点的是两个比较summer的那种coktail 感觉感觉整个渣蓝都分拔一样了 感觉感觉跟渣蓝都分拔一样了 有没有今天没关了 这一点便宜 你不是说我明天都可以去见 我明天要来打一斤 嗯 其实这个地方平时都会很满的 超多人的就是那种吃brunch的地方 而且它又是可以坐在外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最近的疫情的情况 或者是节假日吧 今天这边人特别空 还蛮好的 我们应该以后会再会的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一个 Auntie送我们的一个茶叶包 它这个还蛮好的 就是有不同的口味可以选 还有薄荷的 还有绿茶 今天就是泡一个菊花茶吧 现在已经泡好了 它这个茶叶包好透明哦 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护肤空瓶 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袋子里面 打算就是跟你们快速的分享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这一整袋的瓶子都可以 煸掉了 OK 这个是我刚刚去泡的菊花茶 这一整袋子是我刚整理出来的一些空瓶 因为我觉得就是专门去录一个空瓶的视频 我不知道我会拖到什么时候 然后这一些东西就又太占地方了 我就又不想给它堆在家里 就打算在Vlog里面跟大家来快速的介绍一下吧 也不会所有的东西都这样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 我之前其他的一些视频里面都有提到过了 所以你们应该都会觉得很熟悉 抓到什么就讲什么吧 这个防晒霜是种草类型 很好用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非常的清爽 然后乳液质地 身体乳一样的感觉吧 脸部或者是身体部位都是可以涂 防晒的指数也非常高 是SPF50加PA有四个加 这个就是尼维亚一个soft cream 非常滋润保湿的一个霜 我把它拿来当身体乳用过 但它的质地是像那种冰激凌奶霜的感觉 就是很柔软 接下来就是老朋友了 就是这个 The Priory的充盈面霜 回购产品 这个香提卡的 Jasmine & Lily的面膜 美白和修护吧 涂上脸了以后 就是有点黏黏 然后痛痛 有点洗不干净的那种面膜的感受 所以如果近期 我又能够找到其他类型的面膜的 好 我可能会先去尝试一下其他的面膜 然后又找到了两个面霜 一个是凡尔曼的助养面霜 空空的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看 但是它挺特别的 那个质地 你打开了以后 它跟氧气接触以后 就是会有一个蜂窝状 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 是因为它有在被氧化掉 这款面霜 我用下来就是非常的油腻 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慢慢的吸收 去黄功效会比较强一点的 一款面霜 哦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 就是非常非常想要尝试 然后非常难得又买到的 一个面霜 它的价格还蛮贵的 所以近期是属于 不会回购的一个类型 它的质地会跟 海兰之谜的那个 经典面霜 比较像 是比较厚一点的霜状 需要乳化一下 才能用的一款面霜 哦 然后是这个 法尔曼的眼霜 这个是它的冰宁系列 我觉得它们两个组合 搭配在一起用 是最好的 我自己觉得 我是属于回购类型的吧 但是我这个已经用了 好多套了 我打算换一下 就是去细纹 然后紧致 这一方面都还不错 Le Prary的这款 蓝与紫的眼霜 这款无疑 我是会回购的 然后这款 是我第一次尝试 就是之前 我记得购物分享吧 跟你们有分享过的 娇兰的 玉亭兰花眼霜 短时间内 我可能不会回购了 因为这个瓶子的设计 就是那种扁平型 用到最后 就是你要捞这个旁边的 就整个设计给我 感觉有点 有点bug 夜间的眼部精华 为什么它要设计 一个这样直直的头 根本都 就是碰不到 它这个里面的底部 一个宣传的点 就是说它这根棒子 是一个按摩棒 就是你可以在眼部打三圈 可是我觉得 你在眼部打三圈 然后再放回去再用 我觉得就是 也不是特别的卫生 打开了以后呢 你就是又可以 深入这么一点点 但是到最后面 你还是没有办法 去拿到最底部的 所以到最后面 我都是用那个棉签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空瓶分享 就是整理的时候 感觉很多 但是其实讲来 也是挺坏的 我终于可以 把它们处理掉了 现在的话 我就是稍微去休息一下 然后整理一下 再过半个小时 就要去gym 然后做些运动了 我们等会见 哈喽 现在我们已经出门了 现在是傍晚的时间 所以整个 开车 前面 红灯刚才停了很久 咕咕就一直停亮到 绿灯了还不走 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到健身房这附近了 然后打算去健身个一个小时 然后就直接吃晚餐 看那个阳光照下 是不是好温柔 我好喜欢 现在先去运动了 等会见 我们现在已经到海底猫了 因为刚才会做完 然后回家换两个T恤 今天我还带红酒过来 但是它这个红酒杯很好笑 不像 吃过摩德拉 吃过摩德拉 我们已经吃完了 吃得超级饱 我今天还专门介绍了就是麻辣锅给波波认识 因为它现在就爱上 它一开始还不想 出来那个麻辣锅 现在它就 以后每次都要点的 两个穿着大拖鞋就出来的人 然后有个人一直打哈欠 吃完饭突然被哺哺 拉出来说 出来喝个小酒 我都已经洗完澡了 本来以为吃完饭 晚上回家泡个脚 准备睡觉 然后我来着喝啤酒的地方 点了一杯Pinaclada 它在嘲笑我 你的口罩放在哪里了 干杯 像个小学生一样 我才发现它们这个是不需要的 对 对 这个是塑料的 它是怕自己的人喝多了 然后正在冰上吗 它做的还蛮真的 我最近买个泡沙最好的 应该可爱的就是 自己家已经倒闭了真的想 已经没有了 是学会怎么就啤酒的滑沙最好的 这个是她怎么做啤酒的祸 打开 当当 啤酒就做成了 发现了吗 只有右脚了 我们只有右脚在下 小心啊 我们下期再见